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到这边 为什么这么愤慨 就是因为在行政院里面 正在进行航空城跨部会的专案小组会议 里面有谁 有交通部 有交通部民航局 有内政部 还有我们桃园市政府 我们现在交通部所主办的听证会 是官方做主持人 官方做筹败 到时候民众只有三分钟的说话的余地 说完也没有什么讨论 到时候是官员 交通部的官员自己做结论 这个就是官方跟以前的说明会 继续由官方继续的把持 这个并不是我们理想中 这样没有任何的公正性 公平性 所以我们要官民共奔 官民共奔 官民共奔 我们的抗争不算什么啦 房子都可以盖起来 农田开墾都可以开起来 抗争不算什么 我们安慰我们的房子盖起来的房子 安慰我们开墾出来的农田 凉田 这一点点辛苦不算什么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我们郑文贊市长已经答应说 但白区不分特定农业区 不分一般农业区 都可以举行听证 这个在我们看来 是符合最基本的法律要求而已 因为大法官的事件 已经做了解释了 在都庚的案例里面 都庚单位本身的居民 可以参加听证会 可是受影响附近的厉害关系人 他虽然不是都庚范围的人 他也可以参加听证会 这也是我们主张 为什么淡黄区 淡白区 不管一般农 不管特定农 都应该可以参加听证的一个法律 依据 可是我们的教授部 还非常的蛮横 非常的阿法 还是决定 不只是限制我们的听证会 只能办在客农区 而且是办在客农区的农牧用地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很愤怒 我们喊全区正义 全区正义 这个听证会是怎么来的 这个听证会其实也是 从苗栗大谷案 有两条人命换来的 一个是苗栗大谷案的朱阿嬷 当初喝荣药自杀 一个是我们张药法 他后来被自杀 这两个人引发了整个大谷的 一个征收案的一个 整个引起社会的大众的关注 对我们土地征收的正义 才开始的处议 台湾农村政线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底下 来推动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 这个修法里面 多加了一个民众参与 一个理性公平的机制 叫做听证会 依照行政程序法的听证会 虽然到最后修法的结果 是一个折冲 只有特定农业区 所以要办 有正义的话要办听证会 可是整个大法官司线 整个法治的一个规判下来 大法官司线 关于都根的规定 709号 4至709号 讲得很清楚 将来有都根的单位 不只是都根的单位 有听证的权利 附近受影响的厉害关系 也可以有听证的权利 我们根据 就是根据这样的依据 要求我们不管蛋白区 蛋黄区 都应该有听证 自两年前 政府全部要开发航空城 我们所谓都没意见 都没意见 但是呢 那两年前台湾 没有流下来 旁边要流一百米 结果呢 9年 9年 我态度无注意 从一百米 刷到一百米 刷到二十米 我们在床 清醒都没法 这样有哭了吗 有哭了吗 有哭了吗 有哭了 我跟你说 红黄匠不出事 这次红黄匠 今天要给他们讲迹 说今天要来隔壁 今天要来隔壁 因为我也不知道 行政要在隔壁 你带入皇室就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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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炒作地区我都没关系 那都是你政府的事情 你不要跟财团的产作 那都是我都会贵 但是呢 我开始小小的地理的要求 整个国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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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你的讨论 吃冷静 不要通风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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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本人每次从说明会 参加到审议会 参加到督整大会 每次参加 我们就讲 要换起来三分钟而已 只有三分钟而已 三分钟我能说什么 说完了被判断了 有意义吗 现在的预备听证 办得比说明会还不如 没有任何对话 这个听证已经要办了 但是行政程序法里面 第五十八条 说得清清楚楚 预备听证要举办的时候 要能够做到 跟两边的当事人 议定程序 提清征点 议定程序 提清征点 以及提出相关的文书证据 这三件事情 你们收到通知书里面有吗 没有 如果我们将后不如 我们的行政机关 再默示法律的要求 最后 最后 就是谁浪费我们国家的司法诉讼之源 我们只能走进 司法里面 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报告 不管你要没有开阀 不管你知不知其他空城 不管你觉得现在的状况 有哪些不合的地方 你需要讨论 你都唯有透过一个 办得严谨的合法的听证会 这个程序才走得下去 不然所有的开发 所有的投资通通落空 全部都不会发生 全部都破坏 因为整日有瑕疵 麻烦你们 再到我标凌到我们去看看 150几公斤的征收 到目前为止 有哪一家科技厂商进驻 你跟我讲 有哪一家 没有 没有 没有一家 特技厂商进驻 是谁进驻啦 是帅锅头进驻啦 大家听过帅锅头吗 专门在炒地皮的帅锅头 他从台北带团 到苗栗大湖去炒地皮 去那边卖房子 各位 而苗栗县当初的公益性 BOK怎么宣扫呢 当初走的不是公定会说明会吗 他们当初不是也有走程序吗 也经过苗栗县的都委会 也经过营县处的都委会 都委 我们的程序 我们现行的程序 是这样在乎都瞎搞 我们还要用这种程序 让他继续下去吗 还要吗 不要 还要吗 不要 我们跟教务部代表开会的时候 他们说 不行啊 他们想要赶着 把这整案子通过了 要赶程序赶时间 所以现在只要管 我在这里跟大家挂保证 如果航空城开要不下去 里面有瑕疵 没有办法坐下去 平正随便乱办的话 这个通过开要的经纪人是谁 教统部 没有 先跟总干事 先跟审明拜拜 先跟审明拜拜 审明拜拜 审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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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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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开 好 可以派代表进去吗 可以派代表进去吗 跨部会 怎么会是那部会 怎么会是那部会议 搞不好 我们的生命财产 厉害官司 一定要有代表进去 你们这种跨部会的会议 决定他们的财产 决定他们的庙 决定他们的土地 我们拜托官员 帮我们 议件 一定要转达 一定要转达好不好 尊重考虑